畫面中可以看到 藍營立委們高喊口號 希望可以進行公投法的修法 恢復公投榜大選 可以看到藍營立委呢 也公開了民調 數據顯示出 有66.3%的民眾 是支持公投榜大選的 至於2018年選舉 到了隔天凌晨3點 才完成公投開票 藍營也指出 有四成的民眾 都認為是中選會的原因 帶您一開始關心 那如果你把位表態扣掉的話 支持的比例 更高達75.7% 所以這也幾乎是 某種的全民共識 即便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有64.5%是表示支持的 即便是公投榜大選 他認為是造成選務的延遲的 這一方的民眾 竟然也有高達63%的民眾 認為應該要恢復公投榜大選 好的可以聽到林立委強調說 支持公投榜大選 算是全民的共識 而這次的公投法修正草案 也被解讀成是在幫2026要發起 反費死公投做準備 對此有律師指出 死刑事件結果是有條件核限的 根本沒有費死問題 炮轟來因是政治操作 而週一就要進行公投法修法 將在興起一波政治上的攻防